于天走出台北榮走 看得出面上相当哀气 因为自己多年好友 贺一航不幸哀事 于天第一时间和妻子 还有季宝如都到医院关心 对于这样的休息 实在不敢置信 这次我真的是希望 他开得最大的玩笑 而根据了解贺一航 在五月底就住进北榮镇 原本预计才刚要从家户病房 转至普通病房 没想到却突然离世 等于是我们大家都一起 所有圈内的好朋友 都来了很多 但有关享和大哥的朋友 海恩啊 有很好 有微笑吗 有 真的是有 没有看起来就很痛苦 然后很瘦这样没有 都没有 有微笑的状态吗 对 皮肤都很好 一条皱纹都没有 天安心 妈妈会为我不疼 今天你的路 吃的吃牌驾 妈妈请你不疼疼 不疼为我心疼疼 许多演艺圈好友外喜又错 而六月在戏剧酸甜之味中 焉她的女儿 她接获消息不敢相信 第一时间是真的假的 之后气不成声 都是两人拍摄戏剧时 是忘年之交 而艺人林美秀 先前与贺一航合作过 表示上星期还有传赖给她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去年了 目前贺一航的遗体 已经移至台北第一宾馆 兵损 亲朋好友也随后到场 艺人林秀琴也到场帮忙 投了后续事宜 预计在4号下午才会对外公告 灵堂布置等相关仪式 在4号下午才会对外公告